字幕作曲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非常高興各位來參加這個聚會 今天我是Hawk 陳克齊 我代表普吉哥機來這邊跟各位分享 我們產品GK Framework裡面的一個功能 這是我們GK8裡面的一個新功能 叫Shallow Element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姓陈教科技,我目前在普提科技任职,主要是在Technical Support跟Consulting这个部门,我们这个部门主要负责的就是面对所有的客户,如果你们在使用ZK这个Frontwork上面有任何的疑问或是有任何的状况,通常都是由我们这个部门负责,还要包含教育训练,我自己本身也从2005年开始都是一直担任软体工程师的职务,所以我也有一些 产品开发或者是专业开发的一些经验,那目前我也是我们官方文件上面的多个文件作者,比如说ZK GameStar系列,ZK Essential系列,或者是MVM Reference,ZSS Essential等等,好,那我们今天演讲的大纲大概是这样子,那我首先我先问一下在场有人,如果用过ZK请举手好吗,不多,那用过ZK又有用过MVM, MVM这个方式开发的,请举手好吗?更少,好,那所以我想我们必须前面花一点点时间来介绍一下什么是ZK,然后什么是MVM,然后再我们才这个进入Shadow element的部分,最后再用一些范例介绍一下,好,那我们快速的介绍一下ZK,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也不是非常多,那什么是ZK呢?ZK是一个UI的Framework,那它是基于Java11的一个UI Application Framework, 那主要的测试在我们提供上百个,应该是有两百多个以上的元件,可以让你快速的,用单纯使用Java就好,就打造Agex,具有Agex技术的Web Application,那有的人会称这种Application叫做Rich Internet Application,那这些元件基本上从简单的Button,到各类的Input Component, 比如说Text Box、Day Box等等这种东西,让你输入时间或日期或数字,到复杂的Tree或是Layout都有,那所谓的Rich Internet Application,其实一般人指的就是说,让Web Application有如好像Desktop Application一样的反应速度,那这样的做法,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其实我们透过利用Agex这样的非同步沟通的技术,我们可以部分更新画面,也就是说,你不用像传统JSP那样,就是每次, 你要改变你的画面的时候,你都是整个页面重新reload,那这样的话,使用Agex非同步,你只是部分更新你的画面,可以让你的网应用程式产生出类似桌上应用程式的反应效果 好,那在,所以我们基本上这个Framework是Component-based,也就是说你在构成你的画面的时候,你不是用纯粹HTML,你是用我们ZK的Component去组你的画面 那是Event Driven,就是说,你要改变画面上的某些内容的时候,其实你是透过倾听某些特定的事件,比如说按钮的On Click,或者是On Select等等 那这些事件当然是指ZK的事件,而不是纯粹的PUHTML或Drop的事件 那我们support两种开发模式,一个是MVC跟MVVM,那我们今天会focus在MVVM上面,MVC,我们就不太介绍,那这里MVC,我们其实算是借用一个名词啊, 大家会知道MVC其实是一个General的Term,它不是一个ZK发明的名词 那其实我们在这边,在ZK里面,我们是指说,如果你是透过直接呼叫Component API来改变你的画面的这种实作方法 那我们就称MVC,在ZK里面的书语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比如说你要改变一个Label上的值,那你呼叫Label这个Component,SetValue去改变它的话 那这种方法,这种实作法,我们称为MVC 那所以我们这次是聚焦在MVVM上面,因为我们薛东伦在搭配MVVM的Databinding,比较能够发挥它的语法上的优势 OK 好,那如果说今天你不使用ZK,你想要建造一个Agex网应用程式的话,那大概你必须要去处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你可能用自己的JavaScript,你自己写的一个Widget,然后你自己发Agex Request到Server 所以第一个,你可能必须要了解一些前端的知识 比如说你要懂JavaScript,你要懂HTML,要懂CSS这些东西 你前端的这些技能,你必须要有 第二个当然就是你必须要处理Client跟ServerSide之间的复杂沟通问题 不管是XML或是Jason,你JavaScript要传出去,然后Server可能用Java写,那你要转换 转换之后,你Server处理完之后,你要再转换一次,然后再到看一段 你要处理这些复杂的问题 那再来就是,你可能会不小心就把你的Business Logic就写在你的JavaScript 因为写的很自然嘛,就写写写写完 那有些Logic你会放在JavaScript裡面,那这样其实是有风险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JavaScript是使用者直接可以看得到的程式嘛 所以它可以透过看到你的JavaScript程式,就了解你的Business Logic 那再来就是维护上的问题 各位也知道JavaScript其实是一个,当它越越大的时候 不太容易维护的一种语言 因为它很难透过工具去帮你做任何检查 所以当你的程式一大之后,你就发现它很难维护 常常会容易出错 那再加上你现在是两边 这边有Skydown,JavaScript,Server段有Java 所以你两边的撰写,必须要,你自己要符合你自己沟通的模式 所以两边更是不容易维护 因为你JavaScript改,你Java可能就要相对应的改变 所以如果你使用自己建造的HX的话,就会遇到这些问题 那如果你使用ZK的话 其实基本上,第一个你可以透过XML语法 透过ZK的元件来组成你的画面 你不需要自己去从基本的HTML去兜起来 那所以,每个ZK的元件会帮你产生对应的前端JavaScript的Widget 所以你只要透过Java的API 或者是我们的DataBank的语法 就可以去倾听HX网页上的... 透过HX倾听网页上的事件 比如使用者按了一个按钮,它选了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再撰写Java程式去改变画面上的内容 那当然还是透过HX传递到前端 所以第一个,你就不需要...比较不需要 或说几乎你可以不需要懂了解太多前端的知识 你不需要懂JavaScript 你就可以打造这样的application 那再来就是说 你也不用去管Server跟Client之间的沟通 因为这个完全有ZK分容 我把你处理掉了 那再来就是你的Business Logic 因为你用Java去撰写 所以你的Business Logic 会使透过Java寫 或是存在Server side 所以它不会曝露给User知道 而且也比较容易maintain 因为你是用纯粹的Java去写你的程式 所以是比较容易维护的 好,那ZK其实基于JavaE的Standard上面 所以我们其实并没有特别 在JavaE上面增加什么信息 基本上就是依赖两个Sublet 一个是负责处理Rule 另外一个是处理Agis Request 好,所以所有JavaLocation Server 都可以执行ZK 好,那当然我们前端来说 我们底层其实还是透过JQuery 但是我们做了一点点克制 那在画面组成上面 我们是透过一个叫XU Based on Mozilla 它们开发的一个语言 但是我们其实有自己的 一个ZK的语言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边写Windows跟Grid 其实就是 每一个Tag 代表ZK的一个Component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XM 格式的一个 宣告式的UI的语言 所以其实是非常简单易学的 在元件外观上 我们当然是透过CSS去绘制它的外观 那我们也当然透过LESS 这样preprocess 去让我们的CSS更一致 然后它的重用性更高一点 好,那所以呢 其实在这个HX来说 我们稍微窥探一下 假设你今天要组一个画面 假设像右边这样子 有一个Windows 里面两个Button 简单来说 你就可以用 第一种简单的方式就是 你就用Windows 就用XML语言 我们的ZUL语言 写一个Tag Windows 后面的Attribute 就是用来指定它的一些 它的一些外观 或者它的一些Property 比如说 改变它的长宽高 或是Title等 然后里面再用两个Button Tag 去放进去 那这样子就组成了这个画面 那当然这个Windows Tag 在ZK来说是一个Component 它会帮你去 产生对应的HTML DoneElement 在你的Browser里面 那你不用去担心这件事情 它就帮你产生好了 所以第一个 你最简单的方式就是XML做 那当然我们也支援使用Java API 就是类似像Swing的方式 像下面这种方式 去组成你的 这个 UI画面 但是 当然我们是比较推荐第一种 那 好,我们现在谈NVVM NVM是 目前 比较推广 目前在推广的一种开发模式 那所谓NVVM是指 Model View 跟View Model 那跟NVC的差别 就只有在于 Controller的部分 是改成了View Model 这个东西 那 提示View Model 扮演的角色跟Controller的角色 一样的 它仍然是一个扮演控制者的角色 只是它不是主动呼叫Controller API 呼叫Component API 来控制画面 所以它的概念是 这个View Model 本身它是一个 纯粹的Java Class 它不需要去继承任何的副类别 也不需要实作任何的界面 它只存在两个主要东西 第一个就是Properties 就是你这个画面 前端所要储存的资料是什么 那它就用Member Variable 来储存 那当然你要提供Getter跟Setter 然后再来就是你的BasisLogic 我们是透过Messor来实作 所以它里面就两种东西 一个就是Variable 一个就是Messor 就是一个Class該有的东西 当然这个Messor 不需要加我们特定的Rotation 来让ZK认得说 这个Messor是个特定的Messor 可以被前端网页去呼叫 然后再来你需要用一些方式 去告诉ZK说 当你的Messor执行完后 哪些Properties被改变 这样ZK可以帮你去 同步更新到画面上去 所以它的概念 大致流程是这样子 如果你的前端画面上 有一个按钮 按下去之后 它会呼叫ViewModel里面 的一个Messor 那这个Messor 是个特定的Messor CommandMessor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 这个Button上会绑定一个 特定的CommandName 比如说是Hello 那这个ViewModel 当然是由 开发者自己写的 它就是一个Controller 是你自己写的 那这个View是由 ZK帮你产生的 Model当然是你 可能是你的Database 当你按了一个按钮之后 其实是 发一个Adress Request 到后端去 到Server去 那ZK 这里就把它讲一下 是ZK好了 不用管它是什么 什么掰的 总之ZK会帮你寻找到 对应的Controller 就是你的ViewModel 然后你在发的时候 你一定会指定 说我要呼叫哪一个Command 所以它会找到对应的Controller 呼叫那个Command 那那Command 通常是 识做你的业务逻辑 完了之后呢 它会通知ZK说 我这个业务逻辑 有哪些Property改变 所以ZK就会帮你呼叫 将对应的GET 去把资料 送到这个Component那边 然后Update到前段去 所以这个ViewModel 本身它只是被动的 被呼叫 它上面存有一些资料 然后让ZK知道说 我要呼叫什么 然后哪些东西被改变 好,如果我们用一个 比较更实际一点的例子 会比较清楚 假设这是一个Search Example 就是这个 你使用者可以输入Keyword 在这里按下按钮之后 它可以搜寻 搜寻的结果也更新 在下面的ListBox里面 所以按照MVVN的概念呢 我们要先产生一个ViewModel 就是一个单纯的Java class 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我会用一个MemberVariable 叫Keyword去储存 我要使用者输入的东西 当然会提供Getter跟Setter 然后再来呢 我会透过DataBiting去指定说 这个页面上的Windows 我要用我的SearchViewModel 用这个语法 去把它指定 说我要用哪个ViewModel 然后我会指定说 这个TextBox 就让使用者输入的这个 输入框呢 这个输入的InputComponent 我要绑定到VN.Keyword 其实就是ViewModel VN现在代表这个变数 是代表ViewModel的那个物件 点Keyword 就是它会绑到Keyword 也就是说 当使用者输入这个Keyword的时候 那ZK 会透过HX 把使用者输入的资料 送到Server 那ZK 就会去找到 你所指定的 这个SearchViewModel 然后呼叫 SetKeyword 这个Method 然后把Keywords 送给这个ViewModel 所以是由ZK 来做 两边的 就是在前端 和后端 同步的工作 好 那如果是按下按钮 按下按钮 就会一样 就是我们要指定 Button上Unclick 事件要绑到某一个特定的Command 比如说在这边来讲 是Search 所以你在ViewModel 里面就会有一个Message 叫Search 然后它有一个特定的 叫Command 所以当你按下按钮之后 它就会去呼叫你Search ViewModel里面的Command 这个Message 然后去执行 那通常 以这个例子来说 它就是 就是实作Search的逻辑 Search逻辑 執行完之后 它就会通知 那比如说通知 CardList 就是我们搜寻的结果 所储存的地方 那这个List 会绑到我们的一个ViewModel 放到一个ListBox里面 那通知它之后 ListBox 重新绘制 就产生了如下的结果 因为这CardList 原本是空的 现在是有多了一个搜寻的结果 多了搜寻的结果在里面 好 所以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设计模式的好处 在哪里 就是在于说 第一个 你的View 跟你的ViewModel 就是你的Controller 跟你的View之间 是松散偶合的 也就是说 它没有一个直接的相依关系 那没有直接相依关系 就是说 如果你的View今天做一些改变的话 它的ViewModel 可以不用 不需要重写 因为 它们两个之间 没有相依关系 好 这就是为什么 有时候我们要使用Sprint 这样的framework 就是它们两个之间 是没有偶合关系的 那 才来的就是 最 比较好的 重用性 会比较高一点 为什么 因为你的ViewModel 既然不绑定你的View的话 那你的View换掉了 如果它还是需要同样的 同样的资料 那也是执行同样的 比如说你刚刚一直在说 执行同样的设取逻辑 那其实你ViewModel 可以重用的 你的画面 改掉了也没有关系 那再来就是测试性比较高 你的ViewModel 本身不依赖 不依赖 不依赖我们ZK的元件 那这样子 它可以独立的 用UnitTest的方式去测试 所以这也是非常适合 Design by Contracts的方式 就是说 你都知道 这个ViewModel 跟View之间 需要哪些资料机 执行什么逻辑 其实它们两者 可以同时的去开发的 所以 那所谓Contracts 就是代表说 你的Controller 跟你的ViewModel 之间 它有一个约定好的 一个关系 那比如说 是以刚刚的SearchExample 来说 它画面上 就只要储存Keyword 还有CardList 就是这两个资料 是在画面上 不需要呈现的 那 在你唯一的逻辑就是Search 所以 你的ViewModel 跟View之间 它的Contract 就是这三点 所以你只要 ViewModel 只要实做好这三点 我不管你是哪个Class 反正总之 你有实做好这三点 那么就可以套用在 这个View上面 那如果有另外一个View 另外一个画面 它如果也依赖于 也是需要一个Key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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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College 只是它用不同元件去表 去呈现 也是有一个 需要触发Search 逻辑的一个元件 不管它是按钮 或是选单等等 那它的逻辑 跟所需要的 都一样 那你就可以重用 这个ViewModel SearchViewModel 然后呢 你的画面 只是做一些调整 然后把Databinding Expression 改掉就好了 所以这样是很适合 可以同时看它一个人 比如说它先做View 一个人 同时开发ViewModel 这样子的模式 好 好 那所以 我想使用ZK 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所以第一个就是 如果你要开发一个 Ajs的 Application的话 我相信我们 使用ZK 可以让你大幅简化 你这个 前端和后端的沟通 你不需要再自己去搞 JavaScript 跟Ajs的部分 那当然生产力 可以比较快速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提供 许多现成的component 那这些component 它现成都有一些 常见的一些行为 那你就可以直接 常见的使用情形 你就可以直接套用 这些component去做 那而且我们的后端是 我们是MVC 和MVPM分离 所以我们后端的Controller 是由Java写成的 所以如果你的 你的CS系统 本来就已经 是用Java來实作了 那么其实 你直接 透过Controller 去呼叫你的 Java API 或是后面的Java Java的所 所打造的Service Layer 那其实是很容易去整合的 不需要在什么Rest 4 或者是什么 再打造另外一层东西 再去 让前端去呼叫 所以这个整合性是比较高的 那 再来就是 我们 也支援一些各种的客制化 比如说 Controller本身可以客制 我们的外观 其实也是可以客制的 那测试性 如果你使用MVPM 这样的模式的话 那测试性是 比较可以提高的 那在DK8 来说我们也提供了一些方法 让你比较容易的去整合第三方的JavaScript Library 不过 这部分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 所以如果有兴趣 我们会后再讨论 好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ShadowElement 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那 这个ShadowElement 其实我们这个名词 是借用ShadowDon来的 那 基本上就是 类似像ShadowDon一样 有些Don DonElement 你在Browser上是看不到 它是被隐藏的 所以ShadowElement 也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它其实是 在画面上 看不到的 所以它不会 每一个ZK的Component 比如说一个Windows 它都会产生对应的两个部分 一个是在ServerSide的JavaComponent 一个是在CliteSide的JavaScript 那这两个部分 每一个Component都 几乎都有 只要你用这个Component 就几乎都会产生这两个部分 但是ShadowElement 不会 它既不会产生CliteSide的Component 也不会产生 ServerSide跟CliteSide 也不会产生相对应的实体 所以它只是用来 有点像是用来控制说 我下面 我的Component 要不要被插入现在的页面 那如果你有使用ZK之前的版本的话 那它算是统合了之前 所有重用画面的这个技术 所以一旦有ShadowElement 之前的东西 都可以 暂时不用管它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ShadowElement的概念很简单 所以就是 第一个我们介绍的就是IF 那IF就是 就是万文生意 它就是如果怎么样 那所以它会提供一个TestExpression 那这个当然是我们DatabidingExpression 我们刚刚呈现过了 所以它会去 ServerSide检查ViewModel里面 这个变数它的True或False 如果是True的时候 它会把下面这个Component 就塞进去 产生出来 如果False它就拿掉 所以这个很简单 然后再来是类似的东西 Choose when otherwise 那其实就等于是Java的SwitchKC4 那概念也是不难理解 总之就是去判断某一个式子 只是说这有多个叙述 所以你可以有多个条件 判断说 如果它去呼叫ViewModel的Gate Mode 如果传回来是Tree的话 那我们就产生Tree 这个Component 如果不是就产生DiskBox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个简单的范例 假设这个范例 这个范例其实非常简单 它就只是一个权限控制的一个范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现在这个画面上 它这个有一块区域是不允许 因为我现在没有权限 那 如果我按按钮之后 就会可以取的权限 当然一般不会这么简单 然后这里就会产生 或者是这个 都是一样 那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说 我们可以看这块区域 这块区域 当我 它现在是有一个SPAN在这里面 那我按下按钮之后 这块区域就换掉了 它被换成两个DIV在里面 所以 这个圈套的Element 它不是把你现在这个 Don't Component 把它隐藏起来 它是整个把它拿掉 加这新的Element进去 所以不会有那种 这个Button其实是隐藏起来 然后有人可以偷偷把它打开 就按下去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范例 显示说 这个我们 这个Shadow Component的作用 好 这是我们第一个全线控制的范例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 同影片上来 好 那我们再讲下面这个 另外其他的学生 再来就是Foreach 那Foreach也是一样 万文生意 它其实就是让你去走访 某一个CollectionObject 每一个 每一个Object 然后会产生 对应的 直元件 所以呢 以这个例子来说 简单的例子来说 我们这个Each 是一个保留字 就是用来 用来 存取 这个CollectionObject 每一个物件 所以假设DataList 里面有四个Stream 然后有四个名字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Foreach 的结果 就会产生四个Groovebox 然后把他们的名字 都印在这个Label上面 产生四个不同人的名字 OK 所以当然你的 你的这个物件 可以很复杂 可能是 它是一个Person 所以可能你可以 这边 Each.Name Each.Address Each 然后你把它绑到不同的 Component上面去 就可以 把这个 比如说这个PersonObject 去Render成一个 你要的样子 所以呢 假设有四个人 这个DataList 有四个人 四个PersonObject 那这样子 Forach 下来 就会产生四Groovebox 然后产生四个不同的 个人的资料 把它画在画面上 所以就是Forach 好 Apply的话 稍微有点点不太一样 他就是 通常会跟着Template 一起搭配 那Template就是 它是一個範本 你可以在畫面上任何個地方 甚至是一個獨立的 rule file 裡面去宣告 這個 template 會給它取一個名字 這個 apply 就是在決定說 我要把某一個特定的 template 插到我現在 apply 這個位置 所以 以這個範例來說 這個 apply template 名字是 default 上面宣告了 default 所以它就會把 label 這個 component 插到我現在這個位置 或者是你的 template 可能是 不在這個 rule 裡面 它其實是另外一個 rule 它可以透過 url 的方式 把另外一個 zuel 另外一個 ui 的 等於是一個畫面的片段 插到現在這個位置裡面來 那甚至它你可以不用是一個固定詞 你可以是一個動態的詞 就是從 server side 讀進來的 也就是說你這個 url 可以隨時改的 可能你可以有三個四個 a url azuel bzuel czuel 根據 server side 有一些改變的時候 這一段套用的 template 就會不一樣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幾個範例 這個範例是個動態選單的範例 就是也是很簡單 它就是有一個雙層的選單 雙層的選單 那選單甚至是可以 太沒有了 選單甚至是可以切換的 通常切換的 那其實它是一個雙層的選單 那這個選單其實也是用 template 去做出來的 那它的概念大概是這樣子 完全用 template 做出來 就是我們用了三個 template 那第一個 template 就是一個 iterative template 那這個 iterative template 就去每一個 那它這個選單背後 我們假定它是 因為它是動態 所以我們假定它是從 可能是從資料庫 或者是你動態 根據不同的人所建出來 所以它其實背後有一個資料結構 就是一個樹狀的資料結構 一個 menu node Node 下面可能有 sub node 這樣子 就是像一個樹狀資料結構 所以呢 如果我們假定它也不知道有幾層 那剛剛那個是兩層 所以我們就 iterate這個 template 用4H去把每一個 menu node 傳進去 那這個 iterate就用來做什麼 它也不直接用 component把它畫出來 它就再呼叫其他的 套用其他的 template 但是它套用之前 它會決定一下說 有沒有 sub menu 如果沒有的話 那它就使用一個叫 menu item template 去把它真的畫出來 畫成 menu item 那如果它還有 sub menu 代表說 它還有下一層 所以我就走這個 這個 menu template 我就套用這個 menu 但是 menu template 也不直接 完全把這個 這個 menu node 完全畫出來 它畫了 它畫了第一層之後 它把他的 sub menu 再傳下去 再用剛剛 iterate template 再繪製一次 所以這樣子就構成 一個類似像 recursive code的方式 把這個 menu node 不管你有幾層 反正就是三個 tablet 就解決了 OK 那所以它的 程式碼 會有點類似像這樣 剛剛那個 if else 我還沒有 還沒有 現在補呈現一下 所以如果是 shadow element的話 那大概用法 就類似像這樣 所以 if test 如果是 permitted 這個就是會出現 那如果是 false 這一段就完全不見 那 choose when 那也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下面這一段 component 會決定 這個 expression會決定 下面這個 component 是不是會被呈現在畫面上 好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menu的 menu的範例 那稍微複雜一點 基本上它就是有三個 template 第一個 template 就是 iterate 在這裡 一個是 menu 一個是 menu item 那 menu item其實就是最後一個節點 就是我直接用 nave item 這個是我們dk component navigation bar的item navigation item 把它畫出來了 就是它沒有 那如果是menu 代表它下面還有一層 所以在iterium裡面 我會forge每一個 menu items 然後去決定 template到底要套用哪一個 如果它的summenu是empty呢 那我就用menu item 如果不是呢 那我就套menu 所以這個menu就 menu item當然比較容易理解 就是mail 就是最後一個節點 如果是menu的話 那我就套nave nave代表說 這是下面還有資選單的 所以我這裡面再套用 原來的iterate的template 再回去呼叫這個iteratetemplate 然後它再走訪下一層 ok 所以這個概念就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接下來再看 第三個範例 講到這裡 各位可以跟得上嗎 好 有問題嗎 好 那我們再看第三個範例 好 第三個範例比較簡單一點 好 單純一點 它就是一個 有點像把一個人的資料 畫出來的一個框box 這樣子 那我要產生這三個 多個人的box 那比如說按了這個 它就會一直增加 那當然你會看到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發現 我們想要重用的就是這個personal box 我們姑且叫它personal box 就是畫出一個人頭像的這一塊區域 那這一段當然我們想當然是重用的 我不希望說每個人我都重畫一次 ok 所以它的程式碼基本上是像這樣子 在第一步來說我們可以先 就用for each這個方式 就把剛剛我們這所謂的personal box 用我們的這個component把它組合出來 可能是一個div再加一些image 或者是其他div去組成 總之它就是一個可重用的片段 那這個片段隨便你要怎麼組成 我們現在就是用div跟一些圖形去組成它 那這裡面當然就綁定了使用我們databiding expression 去把剛剛這個person綁定進來 好 那第二步我們就可以把中間這一段 既然它是重用的 我們就希望也許在別的地方也想要用它 所以如果我們寫在for each下面 這個頁面的別的地方就沒辦法用了 所以我們就把它抽取出來 宣告成一個template 宣告成一個template 那這時候 我們可以為了讓別的地方 然後重用性更高一點 其實我們template是可以傳參數的 所以我們這裡把person當作傳數 還有remove command 就是它右上角那個叉叉 到底要呼叫哪個command 當成參數傳進去 所以這時候 這裡面的person其實是 變數就是外面傳進來這個 也就是說假設今天有另外一個地方 也是另外一個頁面 頁面上的另外一個地方也要用的話 就只要傳這個person進來就可以了 那所以我們更進一步 我們就把這個person 剛剛person的person box這一段 把它獨立成一個root 到外面放在某一個目錄下面 這時候我們也不要寫這個頁面裡面 這樣就變成一個include另外一個root 把它從別的地方include進來 那這時候的好處就是整個系統中 任何一個頁面都可以透過這個路徑 把剛剛那個person box 把它包含進來 那它從容性就更高 那當然 因為我們有可以傳參數的緣故 所以它的模組化 就可以比較模組化去使用它 就是說這個person不是來自於固定的地方 總之就是外面有一個人 使用它的人 有點像是呼叫master一樣 呼叫他的人呢 套用這個template 你也不需要把相對應的參數傳進去 只要傳了必要的參數 那個template就會匯出你想要的樣子 那當然如果再進一步呢 我們甚至可以在系統中去定義 一個component的 new component的定義 那我們把那個template ur 把它定義成一個新的component 我們就可以用person box這樣的tag 剛剛我們使用的是apply的tag 那我們現在personal box是我們自定的tag 那我們是使用zk的一個定義component的方式 我們今天不多做細節的介紹 總之就是有一個xml 可以去定義說我的component叫什麼名字 那它的template其實用的是personal box這個ruel 那這時候我可以用personal box這個tag 是我所定義的 在整個系統中我都可以這樣子使用 所以這樣子的話就可以讓你的畫面更加的模組化 就是說回到我們的投影片來 就是說當你定義了一個template 那這個template 你可能也就是說 其實你在做程式寫你的頁面的過程中 你可能剛開始到你就直接的把你想要什麼 就把它放上去 那在實作的過程中慢慢你會發現 有些頁面可能是有重複的layout 或重複的pattern 你會覺得這個地方如果我用copypass的話可能不太好 那這時候我就可以 因為我們都知道copypass是造成bug的最大元凶 那畫面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可能就希望說 既然它有同樣的layout或同樣的組成 那我們就希望可以把這個template 把這一段由數個component所組成的 同樣一個view的pattern 我們把它獨立出來 那獨立 如果只是單純獨立出來的話 那又比較缺少重用性 因為有可能別的地方 它的資料不太 你只是單純把component貼來貼去的話 沒什麼作用 所以會根據 你可以把它參數化 參數化之後 那會根據所穿進來的參數 可能你的畫面 這個template 可能會有一些不同的行為 跟不同的樣子 所以透過剛剛我們所提過的這個shadow element 然後透過這個template in template 或者是這個parameterized的template 我們就可以把你的UI畫面的重用性更加提高 讓你在組成這個模組化你的UI上面 可以更容易一點 好 那這基本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那請問有沒有什麼問題 請說 如果用ZEK這個框架開發出來原件 可以是用在不同的尺寸 譬如說是手機平板 或是桌面 桌機這樣嗎 是 因為我們以component這個label來說 就是原件本身來說 它是會自動偵測說 你連上來的browser 是不是mobile device 所以我們會 原件本身會做一些相應的改變 譬如說 我們的daybox本身 你按下去 如果在desktop的browser 按下去 它會跳出一個小月曆 就像一般的jQuery一樣 但是如果你是mobile device 出來的話 連上這個頁面的話 那跳小月曆就沒什麼幫助 因為它就太小了 所以這時候我們會像iOS一樣 它就會產生一個很大的數字輪盤 讓你在下面可以滾動 所以你component本身 它是會根據你的browser 如果是mobile browser 它會做一些相應的變化 在操作模式上 如果Mozar就可以用手去滑動等等 component會自己變化 但是在layout這個label 就是說 在頁面這個等級 我不會知道 我的component就是各自獨立的 所以假設 譬如說你現在左方 有一個sidebar選單 那這個sidebar選單 我希望是mobile browser 來的時候 我要把它隱藏 但是 這樣 以component本身它不會知道 它不會知道 你的layout要做什麼樣的改變 所以這個 以這個層級來說 你必須要自己透過程式 不管是mvp 就是透過你的controller 去改變 那我們有提供一些工具 讓你去偵測畫面的寬度大小 來決定說 譬如說你現在偵測畫面 已經小於600個pixel 假設是這樣 那我希望這個sidebar不見 你就透過 互交component API 或是我們剛剛那個 Byting expression 去把畫面那個sidebar 讓它消失 或是讓它變成一個windows pop up window 等等 所以回答你的問題 就是說 是的 這可以支援responsive design 但是 在component label 是不需要做什麼特別的設定 但是在page layout 你必須要自己去做一些設計 因為畢竟 Layout要怎麼改變 不是 其實基本上它不是一個 Response design 其實基本上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技術性 技術性的問題 它是一個design的問題 就是說你的畫面 在小螢幕要怎麼呈現 其實通常不是由工程師決定 而是由一些設計 設計師來決定說 我要變成直的 還是要變成橫的 還是要變成欄的 還是要變成欄位要縮減 所以當你畫面縮減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策略去決定說 你的畫面要怎麼改變 但這些改變通常不是技術性的決定 而是設計上面的決定 那你的technical的實作 只是去follow這個designer的決定 他決定這裡不要 他決定那裡要縮小等等 所以ZK也支援Response design 我們有提供許多的工具 因為它的畫面上只有太多種了 所以你沒有辦法決定說 到底component要怎麼變化 所以我們是這樣提供一些 比如說像我剛剛講的 偵測畫面大小啦 這種方式 偵測說 如果你的device轉個方向 畫面大小改變 或者我們甚至可以讓你整個 boostrate grid system boostrate grid system 你可以把CSS加在我們的component上面 那它就會當你這個畫面縮小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縮小 那是完全靠boostrate去做的 其實boostrate已經做得非常好了 那如果你只是一般的說 想要做成所謂的fluid design 就是畫面上要隨著你的畫面的 原件的大小 要隨著你的螢幕寬度去縮小 而不是要整個做大量的改變的時候 那麼你套用boostrate CSS的grid system 它就已經可以幫你做到 做到這樣子的效果 你甚至不用寫一行call 你就是把CSS加上去就好了 OK